出死入生 我在药局工作 一位同事的先生在三月底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他的两个兄弟因为与他一同工作 也陆续得病住进家户病房 并带上呼吸器 最近我得知他先生的哥哥因病去世了 据说他们兄弟的感情非常亲密 如今却天人永隔 这事让我非常难过 因为在窒息他们三兄弟因感染住院时 我曾打电话给我的同事 替他们全家祷告 谁知道 才一个星期 人就走了 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得救了没有 许多人稀奇 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在乎人的得救 虽然大家都知道 人人都有一死 但不是很多人知道 死后还有审判 基督徒一方面似乎比一般人不畏惧死亡 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传基督为福音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 肉身的死不是最终的结局 人死了都要复活 接受审判 不同的是 信主的人将进入生命的复活 而不信的人却进入审判的复活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远的生命 不至于受审判 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亲爱的朋友 你要选择生命 还是审判 只要你信入主耶稣 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不再畏惧死亡 和将来的审判 你愿意接受这位 四人生命的主吗 只要简单呼求 哦 主耶稣 你就得着他永远的生命 不至于受审判 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